近期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城外无法取得进展,已经引发该国反对派的强烈不满和战争喊笑,内塔尼亚湖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涌来的强劲压力,为了尽快在加沙北部打开局面,大约六个以军机械化步兵营和特种部队,自12月6日夜间开始,在加沙城东南侧再次发动新一轮进攻。 这意味着原本自西向东进攻的策略失败后,以色列军队准备从加沙城东侧的开阔地,再次尝试向市区中心推进,这是以军调整其加沙城进攻策略的一个明显信号。 鉴于此前以军已经控制了加沙城的西部地区,包括靠近加沙海滩的老城区,以及多个高密度居民区,在加沙城东北方向,以色列军队从印度尼西亚医院向主城区深入,很可能在未来数天内,将加沙城西北方向的卫星城,拜特拉西亚彻底包围。 除此之外,以色列军队从加沙以东向西推进,试图将加沙城南部的多个城区,再次分割为更小的独立区域,以此来隔离卡桑旅突击队和防御部队的沟通联系,以军希望在西北方向城区取得较大进展。 主要的目标还是因为拜特拉西亚靠近哈马斯大本营,贾巴利亚难民营,以军如果可以占领拜特拉西亚,则可以作为向南扫荡贾巴利亚难民营的跳板。 除此之外,在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市区,以色列军队从中部开阔地一路向南,攻入该市市中心,以军沿着贯穿加沙南北的公路,已经推进到巴尼苏海拉难民营,但未遭遇激烈抵抗。 但是总体上来说,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城内的军事行动依旧进展不大,新策略似乎是在寻找继续切割卡桑旅控制区的方法,一方面可以试探哈马斯的兵力部署和火力密度,另一方面为下一轮疏弊战术寻找突破口和着力点。 那么为什么以军部队加沙,进行大规模平推式进攻呢?毕竟以军手里有五十多万军队和两千辆坦克,答案是以色列军队没办法在人口稠密,建筑密集的城区,组织大纵深快速突击和分割包围作战。 当前的加沙城如同一只全身都是尖刺的刺猬,而以色列军队宛若猛兽张开血盆大口,却根本无从下嘴,实际上城市巷战和地面阵地战以及进攻战存在较大差别,以色列陆军主要是按照与叙利亚和埃及这样的陆军,进行高强度对抗而组织顶层设计的。 所以换句话说,乙军自九十年代以来推行的一系列军事改革,并未改变其庄稼集团正规作战的根本属性,乙军并没有阻止与卡桑旅进行长时间向战对抗的军事准备,也没有从普通治安战向高强度,信息化围剿作战的新方向做出专门努力,乙军虽然看似兵强马装,但面对贴身肉搏一般的加沙城地道战,麻雀战和游击战, 显得办法不多,甚至已经狼狈不堪。 卡桑旅之所以可以打赢乙军,根子上是他们的轻步兵,无论个人即战术水平,还是军事训练,人员待遇都比以军基层部队强得多。 卡桑旅士兵不但熟悉袈裟战区的地形环境,熟知城市战和地道战的操作规则。 而且卡桑旅是按照守备部队进行军事部署的,哈马斯武装将三万多人的卡桑旅分成六个守备旅和若干的特战群,分别部署在加沙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从而将自己手里的牌放在了最适合其发挥的战场上。 我们从哈马斯最近几年公布的训练细节可以发现,卡桑旅组织的军事训练可以贴近实战到何种程度。 在一些军事训练科目中,卡桑旅战士必须在模拟建筑物废墟和残垣断壁中,忍受长期饮用水和食物的供应限制,在昏暗的地道内坚持蜀周,并同时完成多次地面侦查任务。 卡桑旅士兵在经过长期疲劳、饥饿和干渴组成的生理以及心理的多重折磨下,还要随时立即进行打靶测试,同时完成一系列的规定战术动作。 哈马斯不仅对战士打靶成绩有很高要求,还对完成规定战术动作和弹药发射的时间有明确限制。 一旦卡桑旅战士在考核中不合格,就必须再次重来直到合格为止。 哈马斯以此来锤炼士兵,在艰苦环境下组织战斗的能力,再加上国仇家恨,更带来强烈的战斗意志。 收入不及最低工资水平的以色列士兵,拿什么和人家拼,站在宏观角度来看,以军在加沙城打了半截子,在全军进攻方向上,被迫进行较大调整, 折射出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那就是今天的乙军地面部队,只能通过长时间围困战和资源消耗才能打赢战争。 内塔尼亚湖政权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现在的趁着乙军伤亡,还没有突破承受极限,抓紧时间在汉尤尼斯城内实施运气。 因此乙军最近通过从地中海沿岸抽水,来水淹哈马斯地道的行动,应该属于死马到活马一的套路,综合近期西方媒体的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已经完成数套大型水泵系统的安装工作,这些设备将用于像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庞大地下隧道网络灌注海水,此举旨在摧毁哈马斯的地下通道和藏身之处,并将其武装分子赶到地面上。 11月中旬至12月初,已经在位于加沙北部的沙地难民营附近,安装了至少七台抽水泵,七台抽水泵日军可抽取20吨海水,预计一至两个月,就能用海水淹没加沙城下的部分地下隧道。 迄今为止,以色列军队已经在加沙地带,发现了约800条地下隧道,总长度估计超过480公里。 不过,西方媒体认为,实际的隧道网络,比目前发现的规模更大,可能达到1000公里左右。 实际上哈马斯在修建隧道系统时,就考虑到以军水淹战术,其排水措施也比较完备,部分靠近加沙城西北方向的卡桑旅,早已经连夜撤退,已经想通过水淹方式来消灭哈马斯,最终可能适得其反。 而且如果灌入地道中的海水和有害物质,渗入加沙的地下水和土壤,将会加剧本就十分严重的加沙城去缺水危机,并可能破坏当地极其脆弱的污水处理设施,和周边建筑物的稳定性,导致人道主义灾难扩大化。 没收以色列的这个丧心病狂的计划,有可能对加沙的地下水系统,对加沙的环境损害能有多大,能不能达到淹死哈马斯的目的? 就说说被哈马斯所扣留的以色列人质吧,众所周知,那些被扣的以色列人质,那可是都在藏在了地道里了,包括被哈马斯俘虏的以色列军人。 所以如果以色列真的最终决定,用海水灌注哈马斯的地道,无疑于是要亲手杀死那些被哈马斯扣留的以色列人质,和被俘虏的以色列军人。 那个以色列驻华使馆一直在我国网络上发的那个被哈马斯俘虏的以色列女军人诺瓦,显然也会被以色列灌注的海水给淹死在地道里。 那么这个以色列女兵的华人母亲,别说呼吁美国总统拜登了, 就是呼吁上帝也没用,不过如果这名以色列女兵母亲,能呼吁一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掩护,倒还可能有点用, 只要内塔尼掩护不用海水去灌注加沙地道,那么他的女儿诺瓦就仍有生还并回到他身边的希望。 最后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电视直播中扬言说,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不仅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 也是一场真正旨在拯救西方文明的战争,拯救西方文明的价值观。 这个话怎么听着那么熟悉呢? 貌似欧洲殖民者对北美大陆上的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时, 也曾说过这样的话吧。